把你们的袜子脱下来 我要检查 小红俊你先来 好吧 快脱袜子检查 乌婆婆我先来 小红俊不要 同学们 乌婆婆怎么又晕倒了 这次我可没脱袜子 把你们的袜子脱下来 我要检查 乌婆婆我先来 小红俊你快住手 前三次都是因为你才没完成检查 这次你排最后一个 好吧 唐三你先来 好的乌婆婆你检查吧 没问题你进去吧 太好了乌婆婆没发现 等一下 完了要被发现了吗 唐三你的袜子不要了吗 我忘记了 乌婆婆谢谢你提醒我 比比东到你了 乌婆婆你看 比比东你怎么把金币放在袜子里呢 这样多不卫生啊 乌婆婆我也不想这样 可是我 老板我要买这个螺丝粉 这个螺丝粉要三十五个金币 糟糟糕忘记带金币了 这可怎么办 哎呀我怎么总是忘带金币啊 有了我把金币放进袜子里 明天直接穿着袜子去学校不就好了吗 我真是太聪明了 就是这样 比比东姐姐 你可以把金币放书包里啊 啊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比比东 下次别这么做了 你进去吧 好的乌婆婆 乌婆婆 你看我的袜子里可是没金币 确实没有 但是你的袜子里怎么有这么多鞋垫了 啊被发现了 其实是这样的 妈妈 我想要那个木偶玩具 可是我拿不到 没关系 我给你拿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矮 做什么事都要你帮我 因为你是小孩子 当然矮了 等你长大了 就长高高了 我为了能让自己显得高一点 所以我才在袜子里放了五双鞋垫 就算这样做 你还是没长高呀 小五 其实只要你饮食均衡 勤奋锻炼 就一定会长高的 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了 谢谢你乌婆婆 我就不用检查了吧 不行 必须检查 可是我一脱袜子你就晕倒了 这次我可是做好准备了 这样就没事了 再给你消消毒 勿婆婆 你准备的真周全 看来这次逃不掉了 小红俊 你竟然把游戏机和手机 藏在袜子里 真是太过分了 统统没收 勿婆婆 我不服 唐三在袜子里也藏东西了 你为什么不没收他的 什么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唐三 你快出来 勿婆婆 你找我吗 唐三 快把你袜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勿婆婆已经发现了 小红俊 你怎么还告密呢 别废话了 快拿出来吧 好吧 竟然是一百分试卷 勿婆婆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事件是不小心掉到袜子里的 我穿袜子的时候没发现 原来是这样 你也不是故意的 我原谅你了 小红俊 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就给我回家叫家长 我也 阿七 今天第一节是什么课呀 别叫我阿七了 我已经改名字了 那现在 你叫什么名字了 要你管 什么 你居然敢说要我管 信不信我做你 你凶什么凶 你不是问我名字吗 对了 小五把你的橡皮接我一下 你叫谁小五呢 想的美 小五 你怎么这样呀 我就是借你的橡皮用用 又不是不还你 我怎么了 我就是告诉你 我的名字现在改了 我叫小的美 小五你把名字改成了小的美 但阿七 你的名字不会是改成了要你管吗 对呀 我刚刚不是告诉你了吗 李比东 你改成了什么名字啊 我的名字啊 关你啥事 些 你以为我很稀罕 知道你的名字吗 对了 第一节到底是什么课 嗯 又不告诉你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上自习 要是谁身体不舒服 可以回去休息啊 好的老师 我知道了 现在我就回去休息 我说身体不舒服的 可以回去休息 比比东能跑这么快 根本不像身体不舒服啊 老师 比比东早就改名字了 你看 他现在叫要是谁 你刚刚不是说 要是谁身体不舒服 可以回家休息吗 哎呀 又被他钻了空子 真是大意了 要你管 你看看你 怎么又是零分 嗯 老师 这是要你管的试卷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什么 要你管不就是你的名字吗 你还敢说和你没关系 老师 我早就不就要你管了 我现在的名字叫二龙 你看 什么 你也叫二龙 对呀 二龙 你看看你 一加一你都不会做 我教过你多少遍啊 真是从来没见过 像你这么笨的学生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什么对对对 我怎么感觉像是自己在骂自己一样 二龙 你给我出来 你吼什么吼 叫谁二龙呢 真没礼貌 嗯 老师你也在呢 我没吼你呀 我吼的是二龙 二龙 我的零食是不是被你偷偷拿去吃了 以比东 你说 谁拿了你的零食 蓝色妖姬 快把鞋子还给我们 妖姬魔法 哼 这里有八只鞋子 只要你们互相找到对方的鞋子 我就还给你们 这么多鞋子怎么找呀 三哥 我来帮你找 这里有两只蓝色的鞋子 到底哪一个才是三哥的呢 嗯 鞋带是黄色的 那我就选有黄色鞋带的鞋子 真的是我的鞋子 没想到他就选到了 哼 接下来就没这么容易了 先 竟然小瞧我们 小五 我来帮你选 小五的鞋子是粉红色可爱的高跟鞋 我找到了 小五 这个是你的鞋子 三哥 谢谢你 我穿 啊 我怎么没有颜色了 因为那是我用魔法变的鞋子 根本不是小五的 怎么会这样 小五 对不起 没事 我们接着找吧 可是只剩下一只粉红色的鞋子了 可是他一看就是大人穿的 什么 难道小五的鞋子不在这里 其实第一双就是小五的鞋子 只是被我用黑魔法变了个样子 你们竟然看不出来 小五肯定猜不到的 三哥都找到鞋子了 我怎么还是找不到 难道我真的变不回去了吗 我不要这样 小五你别哭啊 肯定有办法找到你的鞋子 把你变回去的 可是另一个是大人穿的 没有我的鞋子 蓝色妖姬 是不是你把小五的鞋子藏起来了 快拿出来 你别冤枉我 我才没藏小五的鞋子呢 不是蓝色妖姬 那小五的鞋子到底在哪啊 我知道了 刚才的鞋子被蓝色妖姬施了魔法 这次肯定也是这样 小五 你穿上这个鞋试试 好 我穿 我竟然恢复了 比比东你真厉害 嘿嘿 我不服 你们肯定找不到比比东的鞋子 蓝色妖姬别得意 小五和三哥肯定能帮我找到的 这两只鞋子一模一样 根本没有区别 到底哪只才是比比东的 对了 我的鞋子被试过黑魔法 肯定能感应出哪只是魔法鞋子 我来试试 怎么没反应 我根本没试魔法 你们当然找不到了 蓝色妖姬 我的鞋子好几天没啥了 一点也不好玩 你还是还给我吧 哼 我才不管呢 这样多好玩呀 你怎么能这样 真是太过分了 你们看 苍蝇 苍蝇最喜欢臭臭的东西了 我知道哪个是比比东的鞋子了 比比东 你穿这只 没错 这就是我的鞋子 我穿好了 我们快走吧 等一下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 哼 这是我们的秘密 才不告诉你呢 其实是因为我的鞋子太臭了 苍蝇最喜欢了 所以我们才找到的 小朋友们 大家可不能学我啊 一定要爱干净啊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